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31日 已經是星期三 大家都在說 現在中國經濟好差好差 但是 我們看看中國公佈的官方數據 中國在近20個月來 印了50萬億的銀紙 貨幣超法正常來說 特別是月印多銀紙 就會導致物價上升 出現通貨膨脹 而這個情況 在大陸正好相反 數據顯示 截至2023年的12月底 中國廣義貨幣M2 餘額 是292.27萬億元 即是貨幣供應 同比增長9.7% 即是比一年前 而就在20個月之前 中國的M2的原額只有236.6萬億 意味著 中國在這20個月來 就已經 超發了 貨幣是50萬億人民幣 但是在同一個時期 同一個時間內 中國的物價下跌 房地產下跌 股價也下跌 這個情況 是連續的 尤其是房地產下跌 以及股價 令人覺得匪夷所思 印了那麼多銀子出來 錢去了哪裡呢 導致中國在過去20個月 印了那麼大量的銀子出來 50萬億的原因是什麼呢 國內的經濟增長方式 主要就是靠 貨幣寬鬆來拉動 只要經濟有稍稍調整的妙頭 就會開始新一輪的經濟刺激計劃 早在2008年 中國當時就推出4萬億的投資計劃 當時因為 美國的金融海嘯 直捲全國 當時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很快就會對經濟增長起到立剛見影的效果 不過 過度的寬鬆貨幣政策 不可以常用的 不然 每次產生的效果只會越來越差 好似當年 2008年 每次中國一減存款準備金 香港股市就升一千多點 後來 每一次的減 就升的幅度越來越小 最近 也是升了一點 當然不是一天 幾天加起來也試過反彈千多點 不過 上個星期有幾個消息 是一次過出來的 就不是只是減存款準備金 還有很多放寬外資 很多舊市措施 還有包括 傳出習近平生癌的消息 所以股市就大升 大家覺得有希望了 我們現在看看 現在 情況就是 貨幣這樣濫發 通常都會導致一個很嚴重的通貨膨脹 問題就來了 過去20個月印了50萬億有多 為甚麼現在的物價仍然是下跌呢 通貨膨脹不單止沒有出現 甚至乎 現在大陸 反而出現痛縮 為甚麼呢 分析師就分析了幾點出來 第一 中國國內各行各業都受到 不同程度的疫情衝擊 現在開放了疫情管控之後 大家都加班 進行生產 想把之前的經濟損失補回來 與此同時 老百姓由於收入減少 或者失業 在賣東西方面 不斷萎縮 當然不捨得花錢 失業 害怕失業 各項各業都出現了一個產能過剩的現象 庫存 積壓情況很嚴重 而在商品供應遠遠大於需求的情況之下 即使央行這個貨幣是濫發 也沒有辦法大幅推高現在的物價水平 最新公佈2023年12月的CPI數據只有0.2 通脹率 已經接近零 在 第二點 貨幣濫發的情況之下 人們之所以看到物價 房價 股價 都沒有出現上升 反而出現了一個連續下跌的情況 主要就是 根本這些錢 沒有辦法出到實體經濟 他們 全部都在金融體系裏面空轉 多數超化的貨幣 沒有流向商品市場 房地產市場 和A股市場 所有的錢 全部都是在金融系統裏面自己堂水堂魚 用來還舊債 即是說無論有多少出來也好 都是用來還舊債 不過 就產生了利息了 原因很簡單 這個市場 缺乏賺錢的效應 資金是不願意進入的 因為進入了 根本就沒辦法出來 二入難出 同時 現在的資金其實是很聰明的 房地產市場和股市根本也是沒有運行 根本他們 不願意去碰這兩個板塊 我們不來接貨 你們股市當然不動啦 當然會跌啦 因為每個人還拋貨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中國政府沒有信心 第3 例如電視 雪櫃 冷氣等等這些家電都在減價 主要原因 是因為這些家電每隔幾年都要升級 更換 升級 原來舊款的電器就要通過一個減價去庫存 而且一些燃油的汽車 也撞到新能源汽車大力入市 也選擇要減價 所以 很多物價就要減價促銷 不然根本就 做不到業績 當然 很多商品減價的原因就是 產品已經升級換代 企業需要通過減價 去庫存 回籠資金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些商品基本上都是會大幅下跌的 第四點 他說現在央行超發的貨幣 主要停留在金融體系裏面 沒有留向商品市場 沒有留向股市 也更加不會去樓市啦 主要是經歷了三年疫情 人家 基本上對整個市場都信心不足 大家不願意投資 當然借錢要給利息 當然不借 如果要給老百姓有信心 要讓他們恢復信心 除了市場要有賺錢效應之外 還要一段很長時間去逐步恢復 至少現在看 超發的貨幣 想大規模流向股市和樓市 甚至乎 其實連商品市場也沒有錢進去 所以是很難的 20個月裏面就印了50萬億的錢出來 物價下跌 房價下跌 股價下跌 其實當然是違反市場定律 完全不合理 違反所有的定律 但是 也說明 中國經濟 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的結構性改變了 它的增長模式需要改變 否則沒有辦法 也不能夠依賴這個寬鬆的貨幣政策 因為這樣做 沒辦法解決商品市場 股市和樓市的信心 也解決不了商品市場 本來就是嚴重的個性問題 寬鬆的貨幣政策 也會對於未來經濟的增長刺激作用越來越弱 最重要 印了那麼多銀子出來 也沒有辦法救到市 是什麼原因呢 主要是中國的債務太重 那些錢 沒有辦法流向實體經濟 為什麼 因為銀行不願意借貸 銀行知道的錢 我們最終用來 給一些 國企去減債 或者地方債 主要是用來還舊債 印生錢出來還舊債 然後 銀行也不願意放貸 為什麼 因為借了給你 怕你不能還 借給你買樓 買股票 肯定不肯 因為那些資產還在下跌 銀行也知道 買這些資產會虧本 所以 也不願意放貸 當銀行不願意放貸 人民也不願意消費 也不願意買股 購買樓的時候 那個 雪球越滾越大 加速它的下跌 大家 有人沽 就沒有人買 好像股票那樣 如果有一點反彈 就立即拋貨 根本多多錢也不夠 主要是市場對這個國家沒有信心 這三年來 中國政府的表現 是使得所有人 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投資者都失去信心 原來可以這樣亂來嗎 原來甚麼都能做出的 還有 還有 現在每天都說要抓間諜 究竟你 怎麼可以搞好經濟 原來抓間諜是你們 首要的目標 然後又說國安法 然後大陸的國安也是很嚴重的問題 每天都跟你說政治 沒有想過搞經濟 根本 大家都沒有信心 信心 是最重要的 所謂民無信不立 商業變法初初成功 都是因為他們 言有信 給了人民的信心 當然 最後 發自派是另一回事 起碼 你要令人民相信政府 現在最大問題就是 經過了這三年 人民徹底不相信政府 每個人都用一種躺皮的方式去軟對抗 因為他們知道硬對抗對抗不了你 要不就軟對抗 要不就玩高級紅低級黑 你做錯事的話 他就大力讚 令到政府的方向越來越挫 你做錯事的話 他就立即出來罵 令到你的方向改變 亦有部份的人在玩這件事 就是跟政府 相反 總之 中共 現在的情況就是 他們的 政治的走向 令到人們都沒有信心 每個人都怕第二次文革再爆發 每個人都怕資本會被你充公 你用甚麼而你吞了我副身價 我還跟你拼命 那些 共同富裕 其實就是共同清零 大家一起死 所以我們可以解釋到 中國如此有銀之法 貨幣 因為不是一個公開市場 全部都是封閉的 全部都是有管制的 所以他可以頂住 但是你看到股市就頂不住了 因為股市不斷上來 樓市也管不住了 因為樓市的泡沫比股市更加大 樓市在說幾百萬億的泡沫 一爆起來 不是一個中國政府可以搞定的 這個是很嚴重的事 所以 可以解釋到 即使是銀子 也夠不了事 好了 這次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看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香港朋友 如果你覺得網路安全受威脅 你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保證你 上網更加安全更加可靠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閣下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c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優秀的虛擬私人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c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開始了